好,现在是老鱼吃龙虾时刻 地点呢,是方提湾 来,看一看,多美好 New Browns Week 加拿大一个省份 地点,方提湾 老鱼在偷吃龙虾 后面呢,就是饭店 但是老鱼呢,不舍得去 刚刚下海亲自打了两只龙虾 嗯,我的吃完了 其中有很多碎孩在这份 老鱼说了 不让他们回归大自岸 所以说都放在海上了 但是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这龙虾呢,是从PEI拿过来的 这个虾呢,移民 移到了New Browns Week 太惨了 你说死了以后 还没回到自己的那个 土生土壤的地点 当然了 没有钱呢,老鱼也能吃龙虾 怎么吃呢 看下地下的大石头没有 老鱼用石头把它砸碎 然后把它吃进去 老鱼,把那个头呢 龙虾头呢 龙虾头里面有50%的虾子 已经进我的肚子里了 对,我的龙虾是公的 你的龙虾是母的 还在籽的 是吧 来,看一看 看,龙虾的籽 很红的 老鱼说了 非常有营养 非常有营养 高蛋白 至于它的腿呢 还有些肉 先夹了牙 哎呀,老鱼给我讲故事 在吃龙虾的时候 说上海男的呢 吃螃蟹的时候呢 能从北京吃到上海 拿一个鸭签扣 这个西安老鱼呢 吃一个 吃一个龙虾也够瘦 我这只龙虾都已经 你看 都已经吃完了 老鱼还没吃完 太阳呢 已经我已经从西边吃到了 东边,东边又吃到了 早上8点钟来的 你看现在 这都晚上8点钟了 还没吃完呢 好,做个总结吧 都两分钟了 这个虾头里面的肉 还是很多的 所以我吃的慢了一些 但是呢 我把最精华的部分 留在最后的 一鸡多少时间吃完 再预计三个天 哎呦我的天